111年的加強中藥節日的安全維護工作 自從111年1月24日到2月7日 總共15天 工藥工作的主軸 第一個是自然平穩 第二個是交通順暢 第三個是民眾安心 其中在自然平穩的部分 我們都稍微點解前會執行各項專案 針對一些防搶螃蟹、反剎片的一些宣導 以及金融機構的安全維護 還有茶器毒品、防止搬派、打擊詐欺 等等這些做一個連結的一個治安的一個進化 其中這個金融機構的安全維護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們分局的部分 除了加強規劃各項的一些行為勤務 還有一些所謂的勤務 來加強金融機構的安全維護 我們在今天 20號 特別責定 九六四農會 在今天 進行一場 黃牆演練 還先去的安全維護的部分 來做一個演練 來提升 我們金融機構的行員 一些緊急應變 以及我們 援警的一個執行台埔 現行班的一個反應的速度 來做一個逼真的演練 來加強整個狀況的掌握 來提升我們員工的反應速度 針對這個連結時間 讓大家可以更加的安心 另外在春節時間 我們也呼籲大家 因為除了在家的部分 各項犯罪工作 他們也是不會休止的 包含一些詐騙的部分 在春節的部分 詐騙局長 還是會 以各項的理由 撥打電話 包含一些 假投資的部分 包含購買虛擬貨幣等等 這些 以及假求職 還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 假國藝的部分 這些配合連結的一些 氣氛的 詐騙的一個 手法 來騙取民眾的一些金錢 這個部分 我還是請民眾 如果有相關疑慮 可以打 反詐騙165專線 或是108號電話 來做一個查詢 您避免受騙